你准备好了吗? 哈喽你好 Amy姐好 各位一同开麦拉的观众们 听众们听众们大家好 我是奇幻展的情绪 情绪来告诉大家 到底什么是金马奇幻影展 大家对影展的感觉 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是很严肃 要正经为座在戏院里头看电影 然后是文青会去朝圣的地方 但其实金马奇幻展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就是不让你正经为座的看电影 就是我们影展最有名的 是好玩的 好玩的你可以来唱歌 可以来跳舞 然后我们很爱送你东西 然后你可以跟工作人员互动 我们最喜欢拿免费的东西礼物 对对对对 对我们最有名就是我们其实 发展出一套 就是像观众来到现场 你除了就像听演唱会一样 你来这边看影展之外 你还可以带周边回去的 然后我们130 40场电影 我们其实只要玩秀的电影 你只要那一场是玩秀 我们就有工作人员出来满场庆 就是全场丢礼物开眼前 对庆祝 我们这一场卖完了然后我们最高几乎 其实有高 我们曾经有过那一年做90场满场庆祝 OK好等一下情绪 你刚刚这个 因为讲话很快 你刚刚讲到你们有100多场的电影 对对对 那这些电影它们是哪一些电影 然后它们的来源 我们这边要介绍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它们这个影展其实呢 是有那么多部电影 然后同时在台湾可以让你看到 没错 10天的期间的影展就是这样 我们就是不是只有好玩 我们当然一定会有全部年度重要的奇幻类型影片的芯片 是 对 那大家去影展都是一个抢先看的概念 说是全球首映 亚洲首映 台湾首映 一个是最基本的 对那你来参加这个影展看的电影 可能就会比别人先看到之后会被引进院线 像当年那个妈的多重宇宙啊 今年奥斯卡大任 它其实是去年我们奇幻影展的开幕片 是不是 没错没错 就抢先全部台湾人先看到这样 当场就是超嗨 看完观众就疯掉 这样大家就懂了 对对对 就说并不一定都只是所谓的独立制片 对对对 比较这个艺术电影 其实呢也有可能是一个流行商业大片 反正它呢就是各种类型 没错 但是呢就是听朋友你们若是来参加这个金马奇幻影展 你可以抢先看到 而且呢它就是有非常非常的多元多样的种类 然后来自各个国家 没错 不同的语言 没错 让你看到 那刚刚呢情绪讲到说 其实呢主要是他们还有好玩的 就是说如果这一场呢是就是观众是爆满的 那他们就会有观那个工作人就是来撒礼物 对对对 大家就会看工作人员开眼前出来的礼物就是啊今天这场有玩兽 而且我们不只这样哦 我们其实现在也庆冷场庆就是全部的场次卖的最烂的我们也庆 OK 那我们就把冷气开到最强 然后观众就被我们免费请吃冰这样子 冷的彻底这样子 我看到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影展啊那他们当然是很多的片子嘛 刚刚讲有一百多部啊 五十几部电影 一百多场定 一百多场了 然后不同的类型是五十几部 五十部左右 五十部左右 影片有经典影片 然后呢有的是这个新的但是有的是经典 华语片代表的K歌今年 是 然后我们今年也会K的的外片的话是那个红模仿 红模仿 红模仿的部分就是你还会有专业的舞群在关键的桥段出来跳给大家看 就是像看秀一样的电影这样子 那大概只有全台湾只有我们做得到 就是在奇幻影展 OK 然后呢也有这个日本的电影 比方说迷样的你跟猫无社 这一类型的 你问到一个关键 那个就是很三八的 对 迷样的你他其实就是板口见太郎 如果你是一个日片粉丝 你很喜欢板口见太郎 我就一定会推荐你看这一部 你千万别错过 对对对 但是就是 而且我们其实有谈到泰坦厅 就是泰坦厅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全台湾现在剧幕厅 萤幕最大的最先进的影厅 但是其实我们票价很便宜的 许售票只要一百八十八块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观众都是非常的年轻的 是是是 就文青啦 所以票价很清明 就是大家可以 affordable这样子 对对对 早点我票赶快先抢起来这样子 OK 好那现在这样来告诉大家 就是有票要去哪买 然后有套票什么的 对不对 对 套票比较没有 我们比较是 我们其实是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开始卖票 对对对 这个礼拜 我们看 选片指南是这个礼拜五 晚上七点半 我们会有个选片指南 就是让 因为大家都想说 这五十几部片 我是要怎么选 是啊 对对 所以其实就会有我们的 金马奖的执行长 文天奖老师 他超会讲的 OK 他会给大家一个 就是reference 对对对对 OK 请这个文天奖老师 那他在 让大家呢 有一个小概念 就 哦那我想看这部 我想看那部 对对对 就是每一部 每一部片都会有一分钟的介绍 搭配影片 然后很多 那就是影迷的朝圣啊 那他是 这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半 在那个台北文创十四楼 如果 因为其实报名已经额满了 但现场都有开放后补 大概都有一成的观众 不会出席 通常活动是这样子 所以欢迎大家去现场 可以拿我们的 免费的手册 听这个免费的选片指南 好 我来告诉大家 他们的手册好漂亮 他们的手册 真的就很奇幻 因为他们的手册 就是那种 就是真的是七彩 然后呢 又有点荧光 而且呢 他是这个 他是凸面哦 然后里面呢 就是一匹这个 很漂亮的白马 有着这个绿宗 然后呢 他呢 吐着一个很长很长 一条的舌头 可是他卷着小王子 而且小王子 其实手上拿了剪刀 但是小王子 手上拿剪刀 又很像 那个剪刀手爱德华 没错 没错 然后呢 旁边反正就是又在一个 这个沃沫里面 可是又有很多是 旁边是这个海星啦 或是什么的 然后高跟鞋跟那个 反正anyway就真的是 你觉得不可能的一个画面 然后呢 而且这个是谢文明导演 帮我们设计的 帮我们画 真的哦 对对对 好漂亮哦 要听一下 他这个册子 所以如果去现场的话 是送这个 免费送这个册子 对 其实现在我们 今天手册才刚印出来 现在Amy姐 好像热沉沉 就开始在 很漂亮 大家可以收藏 对 可以去 成品应该都已经拿得到了 台北光点那些地方 好成品或是台北光点 应该都可以拿到这个 对对对对 这热腾腾的 刚印出来的 金马奇幻影展的手册 好那时间呢 就是从呢 4月7号到16号 没错 OK 10天的时间 对 10天的时间 那但是呢 这个周末就开始卖票了 没错 礼拜天的下午一点 对 如果是新观众的话 会建议先去登记 注册成金马影展官网的会员 OK 然后当天才开始抢票 对我们有些很热门的票 就是传说中的秒杀片啦 对对对 因为他说就是大概50部 然后100多个场次嘛 150几个场次 那如果说他 就算是他很热门 他演个两场 三场 他就是会秒杀 但位置也是真的很有限 我们很常开卖之后 就是接电话 就像我们最有名的 那个洛基恐怖秀 我刚刚都还没有机会提的 就是我们的狂欢场 那个就是会有很多的主秀出来 会让观众一起站起来唱歌跳舞 洛基恐怖秀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对他已经我们连演了13年 对我们每年都演 然后工作人家去跳舞 请办妆 专业的办妆 真的啊 出来跟大家 所以就是一个party啦 就是一个party 然后我们会有狂欢包 难怪是就已经传出去 有口碑了 所以OK 洛基恐怖秀就是这个 大家一定会抢的 就是一边看电影 一边可以丢道具 然后洒水 跟观众人互动的这个 这个就肯定是秒杀 而且我们现在都已经 加开两场 就是是 是影展开始的 第一个礼拜六的连两个 晚上连续两场 然后大家就是要看 大家人品好不好 抢抢道具 对 但他们也有动画哦 没错 像我就看到这个 熊霸天下 Unicorn Wars 对对对 那个非常的三八息息 是政治不正确 你觉得泰迪熊 熊宝宝 好像是一些田冲玩物 田冲玩物非常的友善 但这边的熊是有一些什么 又是同性恋熊 又是会杀人 有点heavy 对 very heavy 然后非常的 他们是要跟独角兽来 这个做世代战争 所以泰迪熊是军队 没错没错 他们其实是卤水 你看他们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贪婪 然后在你 其实他讲到底 看起来很不正经哦 但他其实在讲 人性这个东西 懂 他用泰迪熊来讲人性 对对对 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创世纪 人类的开始 然后非常的精彩 然后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是不是也有这种 就是这个儿童不移啊 就是恐怖片 这个就是儿童不移 刚刚那一部就是了 刚刚那个其实 虽然是动画 他就是很故意 但小朋友 你千万不要带小朋友来看 他们会吓跑 对对对 今天在我们现场 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次的金马奇幻影展 那这个周末呢 就会开始售票 当然也请大家 可以上他们的官网 那在我们的现场呢 是这个策展人情绪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持续的 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一开口讲 就像讲不完 因为电影都是 我们很爱的 但我们等一下呢 就是这个休息一下 那广告过后呢 回来呢 我们会持续的 跟大家介绍 这次呢 2023金马奇幻影展 Stay tuned 别走太远 Are you ready? 一起打开 娱乐 生活 流行画夹子 一同开麦啦 时间来到了4点36分 这里是一同开麦啦 我是MJ李咪 今天呢 跟大家呢 来介绍 2023金马奇幻影展 已经来了 礼拜天呢 就可以开始买票 那重点是大家呢 要先就是 他们呢 又请了这个 文天阳老师 来帮大家呢 做这个 一分钟的解说 让你呢 有一点 Clue 但其实呢 如果你能够到那边呢 你光是拿到 他们的这个 手册 你若是拿得到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说 在这个成品 对 成品端点 对 就是几个 大家 你们这些文青们 会去看 我干嘛这样 很一般的讲 你们这些文青们 你们会去看电影的时候 的那一些地方 你们就应该会拿到 这个测试 像无照理讲就拿到了 对 你们其实就应该 刚刚就已经拿到 好 那你们拿到的时候呢 其实你们就已经 爱不释手 因为刚刚呢 光是这个广告的时候呢 这个情绪呢 噼里啪啦 跟我讲了十几部电影 幸好姐也不是省油的灯 还好都认识 不然我所谓的认识 不是认识他 是认识那些导演 跟他们的作品 不然一下子也是 啪啪啪啪啪啪 吸收不了 转不了 好啦 请情绪 再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这一次 你们的这个 因为你们的开幕片 闭幕片 还有你们的 据说还有很好玩的 不是刚刚的那个party 竟然还有盲片 什么叫盲片 就是盲选的片 就是你买的那一场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看什么 对 所谓的惊喜场 好 来来来 我们引进台湾的 对 跟大家介绍 跟大家介绍 这个开幕片就是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广告 在打一起 对 就是大家想说 一起王波杰主演的 没错 跟这个曾敬华 没错 然后导演就是那个 我们也认识 一个查经 那一个林军阳导演 他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这个部电影一定 他的第一部长篇电影 第一部长篇电影作品 他一定会在年底的 金马奖大放异彩 拍了一句好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一起就是我们疫情的那个 一起看电影 一起经历疫情的尾声 那我觉得这个片子 因为我们大家经历过 三年这个COVID的碾压 对 对 很有感 所以用这个事情当一个结束 也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 所以这个疫情 他们算是 好像是4月14号上映 可是你7 6号 对 7号就可以先在我们影展 抢先看 而且他们都会出席QA 你会比那个大戏院更 对 更早就看到他 你比别人更早一个礼拜 就看到他 而且演员导演都会出席 跟你进行QA 然后演王我们也会送小礼物 对 请你喝饮料 我们期化影展最喜欢 最宠观众这样子 好 那我刚刚讲说 你们还有那种就是说 他先买票 对 但他根本不知道他进去会看什么 这个就是我说的惊喜场 对 还有这种的 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很妙吗 因为这个观众 而且你知道吗 听众朋友他说都秒杀 秒杀秒杀 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些人 怎么那么爱这种 就是盲选盲买盲盒 有没有 就有点像抽那个 或是这个转那个 扭蛋 扭蛋的意义一样 对 他们就相信我们 所以以前我们很好 以前都会给一些线索 让他们猜 可能给三个线索 五个线索 对 你准备一下他们嘛 免得他们不敢看血腥片 不敢看鬼片 这样就下个暗示 都会准备他 因为这一次这个片 真的太大了 所以我们直接 很大 很厉害的片子 很有名的片子 我不知道大家 我不能再讲 你不要害我 我是不会跟你讲 但是我觉得一般观众 熟悉我们的影迷 看到他被我们卡到 闭幕片这个位置 并且惊喜场是另外一个活动 我直接让他当闭幕片 你们大概可以知道 这就是一个不容易的 不简单的片 而且我线索就只有一条 叫做片长三个小时以内 你们自己去猜吧 片长三个小时以内 然后呢被拉到闭幕片 然后呢就是 你要到现场 而且你要坐下之后 然后呢就是 你进场也不知道 没错 没错 戏院就是 那个开始放映的时候 你才会慢慢恍然大悟 你看的是哪一只片子 他们都猜疯了 我们这个手册电子版 上线就疯疯狂的在猜 真的啊 OK 我也是不会让他们知道 他们有没有猜到 那这次呢就是 还有很多部你觉得 很特别的电影 要跟大家介绍 要推荐 像刚刚我们不是有讲到说 开幕片的一起 引人会来吗 那我们其实也有 我们惯心也会演那种 拍了质感很好的 台湾制造的影集 那今天有一部就叫 美食无间 我们会先播第一二集 这个也是演员 傅孟博 王波杰 跟简半叔都会到现场QA的 这就是一个台湾首映 对 就是没有看过 通常我们都是看那种 警匪类型的影集 它自然是结合美食 对 它们也是听北片哦 但它们结合美食哦 这个真的是超好吃 我自己农历年看这个影集的 一边看半夜真的是痛不欲生 因为看起来 太饿了 对 然后我都可以跟你讲 这个剧照是一个 华西街的猪脚汤 然后我看了这个影集 才知道说 那个中段带点脆脆的金的 要早上开门的时候 限定才买得到的 行家都会去买一个 当归猪脚汤要吃中段 这个是我从影集里面学来的事情 还有这种的 它都是玩真的 所以你到时候看完这个真的是可以循现去追逐这个美食 这样子 OK 对 然后美食 大家这样听一听之后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叫跨夜场 跨夜场 不让你睡觉的 整个晚上在看电影 所以你是夜猫子 你不想睡觉 你就要去看那个跨夜场 没错 就是你搭最后一班捷运来戏院 看完之后 刚好搭第一班捷运回家 我们不会让你没有车坐 这种朋友有点那种搭夜车 对对对对 但是你是在戏院里面 但是呢 你不能在戏院里面睡觉哦 因为好几部电影 让你看到天亮 你睡觉你就错过 而且我们今年不是选电影 我们今年选的是那个砍城金童 20岁就拍听妈妈的话 那个Xavier Dolan 他很久没有拍电影 砍城金童 对对对 他这一次他已经很久没有电影作品 他这一次他的第一次拍的剧集 他的影集总共五集 你知道这个 这个剧集 所以他OK 大家就是一进去看五集 对就是把一个剧看完 第一集看到第五集 看完天亮回家 好heavy哦 对 就是你回家里面追剧的那个概念 可是你现在是到戏院里面 然后呢 全场一起追 全场一起追剧 而且呢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经验 对对对 你搭最后一班捷运来 然后呢 你看了五集的影集 然后呢 跟全场的这个戏院的人 早上一起搭捷运离开 而且是台湾首音 而且应该说 我觉得这蛮妙的 五集一起演 真的是全世界首音 对他的一二集是在日无影展演的 是 对那我们自己看了一二集 是我想说什么神经病 一二集你就要人家停在这里 不好看 你要给人家剧本看完呢 所以我们就一直吵一直吵 吵到我们五集全部都演 对嘛 而且他别的都烂 对自己有演 他很还是很迷人 他还是很迷人 对他的粉丝就是 我觉得一次就是半夜进戏院 看舞剧 陪他 对对对 蛮妙的 然后呢 他们这里面呢 还有这个就是 很厉害的这个导演 对 好 那像我们大家呢 爱看电影的呢 就会 有的会为了选这些导演的作品 把他这个收集齐了 没错 应战的好处就是可以收集全部他的作品 对 就是有的时候像我们会觉得说 我可能这几年 假设我这几年才认识这个某大名导演 这样 对对对 可我就会想到说 那他早期的作品 我以前可能还不认得 没错 那就是会可以在影展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 把握影展的机会全部收集齐 而且我们这一次做的就是保罗汤马斯安德森 他其实是 Paul汤马斯安德森 没错 他是影迷许愿多年 因为我们现场的影迷许愿成长观众贴 想看的电影嘛 这个 然后因为他这一辈子 目前为止总共拍了九部电影 我们几乎全部都演了 从他的第一部到最新的一部 对 而且重点是他有很多电影是没有上过院线的 是 对对对 而且他就是 保罗汤马斯安德森 这个在美国加州出生的这个导演 他的作品就是也很多元 没错 然后呢 就会让大家觉得就是很厉害 就是他怎么有这么 有那种脑子 他的剧本就是人家有名 如果去看美国论坛讨论 大家每次每个当然讲到 你觉得谁是最厉害的编剧 大家会说Paul Thomas安德森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比较有印象 你赢魅影啊黑金企业这些 对这些很重要的店 那其实我们这次又演他最新的干草披萨 这就是台湾没有上过 还没上映过 还没上映过 而且你知道你主角是你不认识的青少女 可是他的客串的卡丝都很大 你会看到什么Bradley Cooper那种都来客串一些 因为这个导演名气大 对还有CM拍 他们也愿意帮他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扎实的剧本 高达两个多小时这样 OK甘草披萨 甘草披萨 这个应该也是会被秒杀啦 因为他们许愿很多年都想要看这一部片 两三年了 OK 然后因为这个机会我们全部 就只下一部世纪教主 其他的全部都收集到了这样子 对然后呢情绪还有提到 就是说大家也可以来好好的看一看 亚当山德的有多么会演戏 没错 恋爱鸡为酒 这也是台湾第一次大一幕播放这一部作品 之前是发DVD 然后大家就是真的是 因为我公布这个专题的时候 很多电影圈的朋友都直接私讯我 说我要许愿恋爱鸡为酒 多演机场 因为他们没看过大一幕 是 因为大一幕看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 还有心灵角落 你看汤姆克鲁斯 唯一是 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演说 大家很多人都说 我第一次觉得汤姆克鲁斯 真的会演戏 不是他会战施 就是看了心灵角落 也是OK 对对他给他一个很长的镜头 让他从头发挥到 为一个疯掉的演员这样子 那其实他是一个 被扭曲家庭的一个可怜的孩子 是 才会变成造就他这样子的性格 这些就是你可以来大一幕里面 对来探索这样子 OK 今天的焦点引人 好 我们时间呢 已经到了这个4点46分了 那非常的谢谢情绪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 那请大家呢 上他们的官网 没错 那2023金马奇幻影展 从4月7号到16号 有10天的时间 那大家呢 就是赶快把你想要看的这个电影 就把它这个做好功课 然后呢就抢票 对礼拜天 下围点 对对对 那希望呢 你都能够呢 在你的这个身心灵得饱足 这样子 对 好解放 对对对 谢谢你 谢谢你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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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